RARO 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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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Pegg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这集的 我们今天在San Francisco 然后其实我们本来就排了另外一间的 oh sorry 我們本來去排了另外一間的brunch 然後但是他排隊排人太多了 我們就往下走 發現這間在業務上評價也非常高 叫做Honey & Honey Coffee & Crick 所以今天我們第一站就是來吃這間的brunch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亞洲藝術博物館去參觀一個藝術展 反正對 這裡人潮就是很多 好 廢話不多說還沒有訂閱我們 趕快訂閱我們囉 Let's go 好 我們進來了這間店它叫Honey & Honey 然後希望我們今天有記得拍開場 這間店我竟然就開始非常非常的驚恐 因為它的方法是你要排隊 然後排隊點完餐之後然後再坐到你的位置上 但它很有趣 就是你在這邊點餐只有牆壁上的menu 你是找不到任何紙本的menu 或者是說貼在牆上 但它就是還蠻可愛的 然後它的yap上面的評價還蠻高的 是好像四顆星還是四顆星以上 然後大概兩千六百多個評論 所以我們也想說來試試看 就是它看起來真的是一間說實話蠻普通的店 但是它為什麼做的這麼普通這麼隨意 然後但是評價還可以這麼高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等一下來看看吧 然後我們先點了一杯它的拿鐵 拿鐵 然後這裡是就是它會給你一個號碼牌 給你一個號碼牌 然後你就要找位置 但是就是人真的爆多 所以有時候服務員會先幫你站 我們就反正自己站了一個比較 我們自己比較喜歡的位置 拿鐵先喝喝看吧 我覺得等一下配它的那個甜的應該會蠻好的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就都是甜點 有沙拉 然後最主要是有那個crap 然後還有pancake 所以感覺它就是賣比較 怎麼講 它的它的產品樣性就是款式比較少 但是每一款裡面就是超多種不同的口味 然後他說他們的菜單會一直換一直換 好,那反正等我們就煮菜吧 好,我們才售上來了 我們發現我們點的有點單調 我們點的這個是裡面是雞胸肉加蘑菇啊 還有spanich 然後點了一個甜的 然後再點了一個這個是牛肉 是新產品 長這樣 所以反正看起來我們點的都是crap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吧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是不是真的爆好耶 可是說坦白話 裡面的東西看起來是有一點單調的 你可以鏡頭過來這邊看一下 喔,其實也不會 這個料其實還是蠻多的 有雞胸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牛肉的看一下 牛肉的就比較 喔 各種青椒還有一塊牛 OK 那我們先吃這個吧 這個看起來比較厲害 上面還有一個醬汁 這個叫什麼?North Beach什麼的嗎? 試試看囉 然後他們家主打就是外面這一層這個crap 配上一塊肉 開動 人不可貌想 它看起來普通貴普通東西還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叫這樣子加一杯辣椒 這樣是44塊吧 含水 含小費 所以我覺得算是物美價廉吧 然後啊我覺得墨西哥人很有趣就是 他們這種超級多辣椒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Alaponeo 來加一個Alaponeo看看 啊這不是Alaponeo 這是Tabasco 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North Beach這一款還不錯 它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然後也有一點小洋蔥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個 牛肉口味的 牛排跟steak 看一下 然後我剛剛加了一點辣椒 試試看吧 然後 喔 OK 其實我覺得他們家這個啊 有點像是 就是 就是法式混墨西哥的感覺 來你看 牛肉的 試試看 我搞清楚狀況 這個一定要加辣椒 加了這個之後 好像在打廣告但不是 加了這個之後 它的那個味道整個真的是大升值 超級超級棒 剛剛我吃這個時候是覺得它口感豐富 這個料相對比較少 它牛肉也是蠻嫩的 但是加那個辣椒 完美 然後你只要是叫鹹的 旁邊都還要再附你一個就是那種 馬鈴薯塊 一定 拜託各位 一定要來這種店一定要加辣椒 太棒了 好 最後一款 是因為我們一直都覺得 只是鹹的有點單調 還叫了一個甜的 Nutella Strawberry Banana 試試看吧 切啦 然後它的香料有點黑黑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是過加熱過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來試試看吧 然後切下去還是有點脆脆 然後一定要加一點cream啦 這個太棒 來吧 誰能拒絕 Nutellacream 沒有人 太棒了 好 所以總結下來我覺得它們叫cream 這個cream是好吃的 然後CP值我覺得應該也算OK吧 你三份再加一杯咖啡 含碎含小費 而且你才40塊多一點 算是還不錯 好 那反正今天介紹這間在San Francisco的 Honey & Honey 然後 說實話不是那種很高級的店 但是我覺得它算是物美價廉吧 然後如果你也喜歡這種 薄皮的這種就是餅皮的話 maybe你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不太需要排隊 雖然人不少 好吧 開動 好我們吃完啦 非常非常非常棒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次的戰略性失誤 我們下次應該要叫一個除了cream以外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他們家的cream我個人是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 我們算是第一批去參觀到的 我們要去亞洲藝術博物館 要去看展啦 這個有藝術細胞的我 我們要去看展 然後要去看的是team lab的展 帶大家去晃一下吧 Let's go 好我們現在到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個亞洲藝術博物館 感覺還蠻高級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去 然後人還蠻多的 外面還有抗議 好就這樣吧 進去看一下 Let's go 居然有我的名字 登登 我sponsor了你嗎 然後我們進來的時候要把票黏在自己的身上 拿到票之後 欸我黏到哪 黏在這兒 然後就可以進來了 2點45 去看一下 超震撼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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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真的超級超級漂亮 然後它裡面是可以允許攝影跟拍照的 只是不要用閃光燈就好了 好吧 好 超壯觀超震撼一定要來 真的 一定要來看看 好那我們掛完了這個聽得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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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前一陣子我剛才剛去那個飯谷的那個展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就更棒 超級震撼 然後它比一大 但是它會一直讓你覺得有各種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其實只拍了一小小的片段 主要是要大家自己親自來體驗 然後 然後 它裡面是允許拍照跟睡衣 一直要不要用閃光燈就好 所以裡面幾乎所有人都在拍 所有人都在捨 大家都想要把這個就是美好的婚姻就是帶回去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但是我真的認為 你用拍的是完全看不出來它的震撼感 它裡面是音樂 搭配那個 Digital的這種就是3D啊 這種就是特效啊 投影超級特地棒 而且它的早鳥配方才二十幾塊吧 反正anyway 超級推大家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行程 現在到Savrasisco去吃了一個早餐 Brunch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享受藝術的訓套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天 然後非常建議大家有機會一定要來聽到 然後趕快上我去買票 我真的覺得它應該會滿早就賣落 尤其是今天已經超級多人 OK 好反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你還沒有訂閱我關心 我們下期見拜拜